台北街区马路缸下过大雨 不少路人都穿上了博外套 今年梅雨首播封面报道 气象局5号一早针对大台北山区 以及基隆北海岸发布大雨特报 但桃园以南地区降雨预估大约只有20到40毫米 对水清帮助不大 这波封面的话其实结构并没有很好 而且通过的速度相当的快 目前看起来比较降雨 比较明显的地区 大东集中在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山区还有东半部地区 可能几率比较高一点 至于在桃园以南的地区的话 可能降雨会稍微比较少一点 周三晚间封面通过以后 天气就会逐渐趋于稳定 周四周五各地多围多云道晴的天气 只有东半部会有些局部短暂雨 而到了周末就会有一道封面 越过台湾北部海面 北部东半部会有些局部降雨 其他地区降雨情形仍相当有限 在台湾的北部东半部地区 有些局部的降雨 午后在中南部山区 也有一些比较局部的降雨 那这波降雨的话也是不多 所以对于水情的帮助也不大 那下周一下周这段时间的话 就天气趋于稳定 大多回复到一个多云道晴的天气 五六月是台湾的梅雨季节 不过目前台湾迎接的 都是移动性封面 想要等到大范围的降水 替水库解渴 人得要等到滞留性封面报道 根据过去统计资料 滞留性封面往年都在五月中旬报道 不过气象局表示 今年得要等到五月下旬到六月中旬 云市新闻综壳报道